好 再来看到高雄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子 为了过不一样的生日 她竟然邀请朋友到汽车旅馆去开毒趴 结果被警方查获了 乐极生悲 详细的消息交给记者冯伟涵 好 只不过观众 警方锁定汽车旅馆内开毒烘趴 见时机成熟 破门攻坚 里头五男六女吸毒吸道已经神志恍惚 看到警方登门根本来不及收拾 人张并获 我们赶紧来听听警方查气的经过 程序女子为了要过不一样的20岁生日 就相约这个郭姓祖贤 其他朋友到汽车旅馆举行轰趴 就由这个程序女子出面来乘租这个汽车旅馆 那个郭姓男子呢 就负责来攻毒 这群年轻人到汽车旅馆的时候 就由郭姓男子打电话给小胖 提供来毒品 那当我们这个远景获报的时候 一起破门来查获 当下呢就查获一些毒品 还有ケータミン包 还有香烟等等 原来这竟然是生日派对 刚满20岁的程序女子 上个月25号过生日 找来就读科技大学的朋友郭姓男子 邀约其他人一起前往汽车旅馆开趴庆生 他们庆祝的方式不是买生日蛋糕 或是喝酒助兴 而是利用较外卖毒品 在摩铁开毒烘趴 当警方查获时 他们已经吸毒两三个小时 有些人已经恍惚 警方也在现场查控 ケータミン毒品 还有毒咖啡包 将他们全部移送法办 而壽星程序女子 公称想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收场 真的是乐极深悲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讯息